啊 见到本来答应得好好的冰龙忽然变脸 石宇完全是一愣 怎么出尔反尔啊 而且 还绕那么一大圈 让不死冥凤代替自己挨打 虽然说 石宇和冰龙的确有过约定 一起去打不死冥凤 冰龙前辈 石宇前辈 此时 小白龙见到石宇和冰龙聊得挺开心 忍不住道 你们不管一下金龙大哥吗 他都快沉海底去了 哦 没关系 死不掉的 石宇口袋中 正在被参宝宝治疗的虫虫 冒出头来 他念力无限延伸 进入海洋 随即 将沉入大海的金龙太子拽了上来 放到了福岛上 无虎 了解 看到金龙太子的惨状 小白龙点头 帮助虫虫治疗完 石宇又派参宝宝分身跳下去给金龙太子稍微治疗一下 不打吗 同时这边 石宇挠着脸颊 看着冰龙 冰龙不会是怕了吧 呵呵 冰龙看着石宇 道 你跟我说 赤铜现在的实力 和你口袋的虫虫比 谁更强 噢 石宇一愣 看向了虫虫 这个 差不多强 石宇道 冰龙后退一步 眼神猛缩 嘴角抽搐 可恶 像话吗 他怎么不知道自己御寿师的英灵 能跟青龙神比潜力比实力啊 就算是木徽因在世 也不敢说和那只青龙差不多强吧 石宇口袋 虫虫也撅起嘴 像话吗 明明还没打过 怎么就差不多强了 他肯定更强啊 从石宇口中得到信息 冰龙彻底确信这一架不该打 是世界术祝福的功效吗 冰龙心想 他快速转移话题 道 所以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去会会那个自称赤童亲妈的家伙 石宇道 过几个月 现在感觉还不稳 毕竟不死冥凤巅峰时期可能有半神战力 鬼知道他留没留后手 而且 行动之前 也得让冬黄配合才行 毕竟离城市太近了 不好伸展 一套流程申请下来 手续肯定又长又臭 目前 速速传的近海之灵 已经可以进化顶级图腾级的负面力量 但具半神级还差一些 哼哼 冰龙道 都死过一次 还被封了这么久 能有普通图腾实力就算不错了 你们准备好了叫我啊 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是不是木徽因的亲生母亲 让木徽因受了那么多苦 我非得教训教训他 到时候 我和赤童一起 冰龙认真无比 石宇狐疑的看着冰龙 怀疑这家伙就是在转移话题 磕磕 磕 吼 这时 在餐宝宝分身的狂乃下 金龙太子也很快恢复了意识 他猛的瞪大龙童 急促地呼吸着 你醒了 天空中 吃着瓜的小白龙 看向了金龙太子 道 金龙太子望着天空 表情不断变幻 复杂万分 青龙 我一定会再来挑战的 他伤势刚刚恢复一些 直接重新钻入海中离开 看得冰龙和小白龙一愣 此时的金龙太子 无法接受自己连青龙信仰记都没看见就被击败 他现在只想变强变强 想尽办法变强 这 他还没说到底帮不帮忙宣传青龙节 时宇发现了 金龙太子的确耐揍 离开的速度比攻击重重时候的速度还快 哪像受伤的样子 分明像逃票的样子 啊这啊这 冰龙也陷入沉思 道 问题不大 逃不掉的 我现在就去找他老爸说说这是 龙神大人的东西我也送到了 时宇 我那边任务繁忙 先走了啊 替我转告赤童 好好努力 时宇 眨眼间 冰龙也长笑一声 也跟着金龙太子而去 只留下了猛逼的时宇和小白龙 干嘛啊这是 时宇陷入了沉思 随即看向了小白龙 道 小白龙 要不要去我那里坐坐 对了 我的两只二队宠兽 也刚君王级 小白龙 二队 君王级 莫非想让他当陪练 难道是那只深渊魔神转生的鸭子 小白龙瞳孔一说 开什么玩笑 那可是深渊半神 他立刻道 啊不了 我去帮冰龙前辈 我会监督金龙大哥的 时宇前辈再见 说完 他也直接溜走 极为神速 让时宇 重重 餐宝宝面面相去 见到一开始兴致勃勃到来的三个龙工程成员都是像躲温神一样离开 餐宝宝忍不住到 一 御寿师 会不会聊天 看把龙龙们吓得 怎么动不动就战斗战斗 龙妈和小白龙 这两个大混子 显然不是喜欢战斗的龙啊 没救了 时宇耸肩 道 神话时代都快来了 还不知道快点提升实力 算了 回去吧 时宇收好新到手的龙神守护 伸了个懒腰 让重重带着自己回平城 回来后 时宇便通知起诉诉和领 给小鸡和鸭鸭筹备融合进化 之前答应了小鸡和鸭鸭等天剑国任务回来 就让他们融合神级资源 现在也该履行承诺了 不过 就他们目前的成长等级 恐怕每个十天半个月 难以完成力量的融合 而时宇这边 自然是听从领的建议 休息了起来 他打算等自己恢复 小鸡和鸭鸭完成进化后 在举办新的队内大会 之后以全新的 最好的队伍状态 前往时空龙脉历练 这半个月 是冥想休息 还是 时宇想到自己和林会长的谈话内容 思考起来 但不久后 一通电话替时宇做出了决定 陆学姐 时宇笑着接通了电话后 然后等待起陆学姐的到来 当天 吼Tilda 一声吼叫 在石宇别墅的大门前乱吼 一直有着蓬松的白色毛发 威严的蓝色眼睛 脖子 四肢 身体 长尾部 都萦绕黑色云纹 格外霸气的犬形生物 站在一个穿着蓝黑色战斗服的漂亮女子旁边 替她敲门 来了来了 听到风魔师的叫声 石宇直接走出门 迎接陆学姐她们 抱歉 过来时候遇到个通缉犯 顺手解决了浪费一些时间 陆学姐见到石宇后 笑道 大狗狗又立功了啊 石宇看着风魔师 因为得到了震邪师传承 陆学姐这只大狗 有着感知恶念的能力 所以陆学姐考古时 经过会幸运的立功 抓坏人一抓一个准儿 吼 风魔师笑黑黑的 这熟悉的配置 让我想起来了最开始见面时候 石宇笑呵呵的看着亮丽漂亮的陆学姐 道 当初学姐你就是带着风魔师找到我那里的 是啊 陆青一玩耳一笑道 谁知道找到了一个世界传奇 我也不能落后了 这次过来 就是为了让你看看我新开发的能力 学姐你真的成功了啊 石宇问道 嗯 陆青一点了点头 道 不过和你的心灵领域不一样 是另外一个方向 石宇在三个月前觉醒身体掌控天赋后 就把天赋诸给了陆学姐让她也去开发预售天赋 而刚才陆学姐的电话 就是告诉石宇 她终于开发成功了 也将心灵感应 开发为了一个战斗类型的能力 院子中 石宇和陆青一对视 陆青一道 我将它命名为心灵共鸣 是一个比起你的心灵领域科学一些的能力 呃 如果战斗时候 我和宠兽的情感 心灵 意志如果能处于一个和谐的同调状态 那么我们就能激活心灵共鸣这个能力 心灵共鸣情况下 无论是我的各方面属性 还是宠兽的各方面属性 都会得到非常不错的提升 当然 消耗比正常强化天赋略大 大概可以看作是心灵情感力量的运用 比如 陆青一拍了拍旁边的风魔师 下一刻 风魔师表情肃然起来 眼睛炯炯发亮 流露出极恶如愁的威严表情 正气凛然 与此同时 她旁边的陆青一 气质也是全然大变 刚才还是一个温柔学姐 这一刻 就仿佛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女警 眼神中流露出坚定的意志 一脸正气 她的注视下 时宇都难免心虚了一下 就仿佛是做错了事的小孩遇到了警察 嗡 因为此刻都有着极恶如愁的心灵特点 陆青一和风魔师完成了完美的心灵共鸣 时宇可以感受到 陆学姐的精神力量 风魔师的各方面力量 都在迅速地提升着 时宇微微张开嘴巴 已经见到了霸主及风魔师的能量值提升到了8200万 感觉极为不可思议 要知道此时的风魔师 还没开启神话复苏 片刻后 陆青一和风魔师的状态稳定了下来 陆学姐重新恢复笑意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道 怎么样 和其他宠兽也能共鸣吗 当然了 比如我的女帝花 对了 就是我的帝妃花 她进化了 她和风魔师不一样 她的心灵特点 性格特点就是有着一颗高傲之心 如果我能调整心灵情感 体会理解她的性格 也能和她完成同调 进行心灵共鸣状态 不过这个吗 做起来比较困难 陆学姐无奈笑道 让她极恶如愁可以 但是让她像女帝花一样高傲如同女帝 她尝试了许多次 也就成功过不几次 时余忍不住道 这个心灵共鸣 对于众多心灵感应天赋的御寿师来说 比心灵领域还更有普及价值 学姐你比我还厉害 没有你我肯定不行的 陆青一笑了笑 道 我已经把我的经验总结好了 给你发送过去了 一起研究一下 你要是能学会 肯定比我做得更好 好 时宇笑 道 不过我现在状态有些差 领不让我过度动用天赋和超凡力量 我以后再说吧 不过可以辅助学姐你深入开发一下 你又怎么了 陆学姐看着时宇 关心道 不要把自己绷得太紧了 稍微放松一下也没什么 一点意外 意外 时宇不好意思道 他已经够摸鱼了 纯粹是金手指全是克命 学姐 心灵共鸣 神话复苏 多重爆发 你的宠兽 能量值能不能破异 时宇问 现在还有些勉强 再锻炼一下应该没问题 时宇亚然道 感觉在修炼一段时间 学姐你也能有挑战封号的实力了吧 还很远 陆学姐白手道 不过如果有机会 我很想去挑战一下超越者封号 你已经有了世界传奇封号 应该不会去和我抢吧 陆青一笑 超越者封号 七国联盟颁发的封号之一 专门给心灵感应天赋的御寿师准备的 因为心灵感应不具备战力加成效果 目前为止 还没有心灵感应天赋的御寿师获得封号及战力 也就是图腾及战力 这个封号 自然也空缺了很久 时宇显然 之前是达到了条件的 不过 他已经提前获得世界传奇封号 自然没搭理什么超越者封号 一个御寿师应该不能获得两个封号吧 时宇挠了挠脸颊 七国联盟颁发的封号 好像除了荣誉加成 也没什么实质性奖励 不然 他感觉 联盟还欠着自己一个龙王封号 龙王封号要求御使一只龙系宠兽与龙系图腾大战一天一夜之上 这个是最低标准 而他都御使龙系宠兽灭了一个龙系图腾 战胜一尊龙系图腾了 理应该给他 就是这样容易让某个教育术的御龙少年失去梦想 的确没有过先例 陆青一笑道 怎么 你还想试试吗 还是我有一个梦想系列 给每一只宠兽都弄个封号 算了 时宇微微一笑道 没那个精力了 学姐 在我这里待一段时间吧 我正好有个资源 可以让你的实力在短时间内得到不错的提升 到时候看看提升效果 说不定你不久之后 就能去挑战超越者封号 不 半个月后 你去挑战试试 看看还有多大差距 嗯 陆青一一正 觉得时宇是在开玩笑 除非神话资源 否则他怎么半个月后就有封号及战力 目前 整个东皇 享有封号的预售师 也才九人 这还是包括时宇这个新进封号传奇在内 世界赛结束后 夜星前去挑战封号 已经挑战了两次 当下也还没成功 只是试试看差距 学姐你不会想着半个月后就能对抗图腾吧 时宇笑着问 是又怎么了 如果是你的特训 说不定真有可能 陆青一笑 我给你准备房间 还是你住一记 时宇带着陆青一 向着别墅走去 他所谓的资源 其实也就是餐宝宝的完美集世界树果实 以及那些融合技能后 新研究出来的培养品 恰好陆学姐研究出了心灵感应新用法 借助这个资源 最终能开发到什么地步 时宇也比较好奇 当天 林会长接到了陆青一的申请 申请半个月后 挑战超越者封号 他不禁陷入了沉思 封号传奇的封号 是要七国联盟的联盟机构进行认证 颁发的 各个国家也只是提出挑战申请而已 并没有考核权力 这个陆青一和时宇 到底想干什么 林会长陷入了沉思 已经得知陆青一在时宇那里特训 超越者封号 要求心灵感应天赋的御寿师 七只宠兽包括御寿师全员作战的情况下 和图腾及生命战品 相比龙王 世界传奇等封号 从获取要求上来看 并不难 但难在 心灵感应天赋的御寿师 战斗力也不如其他封号的挑战者 算了 林会长想了想 还是给陆青一进行了申请 每个国家协会每年的申请次数 都是有限的 毕竟是让联盟的图腾守护神来当考官 不过反正东皇也没其他人要考核 机会留着也是留着 用了也一样 不知道时宇这小子 什么时候能成为传说 别因为谈情说爱耽误修炼 之前还想让时宇快点生孩子的林会长 又横跳了起来 因为他不久之前得到消息 神风 又新增一名传说及御寿师 世界赛 一共举办了四届 第一届 东皇林峰式冠军 第二届 雪原御寿师式冠军 二十多年前那一届 神风御寿师式冠军 每一届世界赛冠军 其实都有传说潜力 但可惜 除了林峰 后两届冠军都不太给力 雪原的世界传奇 直接在世界赛不久后 遭遇图腾势力暗杀 死亡 神风的世界传奇 是生物改造刘机械师 但因为一次的实验失败 让几只契约宠受死亡 让他没能像林峰那样高歌猛进 没有消息很久了 谁知道 最近神风传出消息 这位世界传奇 也成为了传说机械师 一国两传说一半神 神风隐约又成为第一大国的趋势 这让林会长羡慕无比 只希望时宇这边也能速度快一些 不然 接下来的蓝星联盟中 神风恐怕会抢去更多话语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